开心从市长林又昌手中接过模范父亲奖状 现年八十二岁退休教师谢金龙 作育英才无数 太太也是退休老师 夫妻俩一辈子都奉献给教育 平常的时候就是要节省这案 同时要带头做好事情 谢谢基隆师政府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发光发亮 给这个主生做一个榜样 天生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他自己呢以身作者 每天的话呢都很照顾 接下来还是功课画面啊 还有做人做事 而且也很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他那个 他也是做很多好事情啊 来自七个区 八位模范父亲 及八位好人好事代表 在市长林又昌 一长代表基隆秘书 兰正中等人祝贺下 一起上台接受表扬 合影留念 我们好人好事代表 各区的这个代表 同时也是一样 那我们的一个世纪让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充满了温暖 然后充满了正向的力量 我想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有非常多的竞争 有非常多的挑战 也有非常多的困境 有非常多的辛苦 但不变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难关 然后一一的去克服它 另外用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态度来面对 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父亲 还有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所要带给我们社会最大的一个启发 以及最大的一个正向的力量 在这边再次代表基隆市政府 也代表所有的市民 恭喜各位 祝福各位 也感谢各位 其中米雕国宝大师谢元璋老师 今年获选仁爱区好人好事代表 现年73岁谢老师 40岁以后投入捏面人推广 是台湾捏面人祖师爷传奇人物 更是中元季米雕记忆传承最大的贡献者 今天接受好人好事的表演 绝对很开心 这也是我多年来 从此米雕推转工作的一个小小成果 基隆最有名的就是中元季 中元季所一系列就是看作米雕 所以说这也是基隆的特色 所以说这几年的努力 受到公部门的重视 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表扬 受奖者纷纷上台接受表扬 和家属一起合影留念 分享荣耀 虽然疫情还没过去 但能得父亲节表扬 也让不少家庭齐聚 享受天伦之乐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